第七节 红色方刷野路线详解 这节呢我们进入红色方刷野路线的教学 红色方比起蓝色方选择性更多 可以红开也可以蓝开 大多数人更喜欢让下路刷人组帮忙蓝开 蓝开后呢刷蛤蟆和三郎 然后再刷F6 红buff和施甲虫 河蟹推时后呢这套刷野路线似乎最为平滑 优点为 一 从下道上刷光所有野怪 二 刷完所有野怪后才是抓人保证了自身的发育 缺点为 一 四组野怪还能升到三级 二 敌方打野刷完红后强势入侵我们野区时呢 我们只能选择逃跑 三 时间紧迫 争夺河蟹时难以保证视野风险较大 建议 前期放弃下路围绕上路时选择 如果敌方打野强势争夺河蟹可以选择放弃 这局游戏呢我方上路为懦手下路为奶妈加寒冰 我们开局就已经想好了前期要围绕懦手去打 下路双人组帮忙打掉蓝buff 二级学习W技能利用W技能和惩戒收下蛤蟆 由于伊芙林前期打蛤蟆掉血非常严重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吃一瓶药了 接着呢继续利用W和拉野技巧无伤刷掉三郎 注意此时呢我们只有二级 这也是这套刷野路线的弊端 假如敌方打野强势入侵上半野区 二级没有惩戒的伊芙林只能乖乖将野怪封伤 来到上半野区呢继续利用拉野技巧刷掉F6 三级学习一技能来回拉扯将红buff刷掉 注意这里有个细节 W冲能完毕后呢并没有第一时间攻击野怪 而是等被动刷新攒出强化翼后才继续攻击 刷野神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只需要稍等一秒就可以让一技能变为强化翼 为什么不等呢 刷石甲城时呢看到赵信在下路出现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上路抓人了 注意在刷石甲城时呢 最后生出来的两个中型石头就不刷了 因为时间已经接近3分15秒 刷完所有石头太浪费时间 养成这个刷野的习惯呢 才可能成功争夺河蟹 虽然这局游戏赵信已经在下路出现啊 不可能和我们争夺上路河蟹 但其他局就不一定了 走到河道时呢上路诺手被打成残血 交出闪线 我们给掘木挂上W 闪线接E成功将其带走 同时赵信呢也在下路抓人成功 不可能马上回到上半野区 所以呢我们就将敌方蓝buff收入囊中 刷完蓝后又将河蟹收掉 此时中上都没有干个机会 于是就瘫了一波 又回去刷了对方的蛤蟆 这波偷也非常的危险 虽然有惩戒可以很快偷掉蛤蟆 但是这个时间呢 赵信极有可能在刷三郎 没有闪现的伊芙琳被赵信逮到 只有死路一条 刷完蛤蟆后又来到上路 给诺手发出信号再抓一次爵木 我们先手给爵木挂上W 爵木呢也很机智 用W圈住了我们 但还是被诺手拉了回来 我们极限Q中打出魅惑 配合诺手再次击杀权木 此时三级赵信来到上路 由于敌方龙王也在赶往上路 所以先假装后退 等敌方龙王回到中路时呢 配合诺手将赵信击杀 虽然我们被赵信换掉 但是对于我们的发育毫无影响 可以看出这套刷野路线 让我们的发育非常舒服 还有一套刷野路线呢就不一样了 打完蓝后只刷两只狼 然后刷红buff石甲虫 F6 这套刷野路线的优点为呢 一刷完四组半野怪 正好可以刷河蟹 二能及时的支援中上 三刷野速度较快 同样呢也存在缺点 一同样怕被对方打野入侵 但是这套刷野路线呢 有惩戒可以尝试争夺 二这套刷野路线呢 明显想要卡好时间争夺河蟹 但争夺河蟹时呢 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打赢了自然起飞 打输了可能就直接崩盘了 建议在敌方打野较弱时选择 因为这套刷野路线 如果放弃了河蟹 不如选择上一套啊 更为稳妥的刷野路线 这局游戏呢 对面打野为老鼠 三级时不具备 和我们争夺河蟹的能力 而且下路滑板鞋和纳美呢 帮我们打篮会非常舒服 所以这局游戏选择了篮开 可以看到我们打完篮后 只掉一百的血量 二级学习一技能 走到三浪处时呢 被动刷新 一技能变为强化一 使用强化E 然后边走边Q 收掉两只小狼 这里一技能可以增加移速 所以我们收掉两只小狼 并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走到F6处 用长Q攻击F6 拉着F6收下红buff 这个技巧还不会的同学呢 一定要回去重新学习第五节哦 打完红后呢 我们先刷掉施甲虫 建议第一个惩戒 给大的施甲虫使用 道理呢 我们在蓝色方刷野路线中讲过 这局呢 由于我们满血就没有使用惩戒 可以看出既浪费时间 又掉了一些血量 走到F6处呢 时间到达三分钟 第二个惩戒已经充能完毕 这也印证了上一节所讲的内容 第一个惩戒的使用 并不会影响和蟹的争夺 我们清掉F6时呢 和蟹正好刷新 刷完和蟹 亚索竟然被卡萨丁月塔强杀了 卡萨丁被塔A了两下 只剩半血 但卡萨丁呢 还想将兵线推入塔内 那我们怎么能放弃这样的机会呢 从上路河道走出来 给卡萨丁挂上W W充能完毕后呢 卡萨丁反手一技能减速 我们Q闪皆宜将其击杀 然后收下残留小兵 再返回下半野区 清掉大狼和蛤蟆 让我们的发育非常舒服 当然呢 红色方有许多情况会选择红开 下面呢 我们进入红开刷野的路线讲解 刷完红后呢 优先刷石甲虫 然后再刷F6 之后的选择呢 就要视局势而定了 打红时呢 呼叫上路帮忙 如果上路没来 那我们就用之前讲的 无伤刷红技巧自己打 这样刷野的优点呢 一可以快速且安全地升到三级 二可以避免敌方打野来骚扰我们打红 三面对不同的阵容呢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可以选择抓人 也可以选择安稳发育 缺点为刷野速度较慢 可能别人已经刷了四组野怪 而我们只刷了三组 建议敌方打野前期较为强势 而队友又偏发育时呢 选择继续刷下半野区 安稳发育快速到6 当敌方打野和自己失均力敌 或者更为弱势 队友又非常强势时 升到三级就开始到处搞事情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两个案例来体会这两种情况 一掌控上半野区 这局呢 我方上路为鳄鱼 对方上路为妮口 前期配合鳄鱼呢 可以很容易击杀脆皮妮口 而且呢 对方打也是九筒 如果我们选择拦开 九筒二级带着红buff来骚扰我们打红 会让我们变得非常难受 所以呢 这局选择了红buff开局 我们选择红buff开局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个槽里插眼 如果有队友帮忙在下路河道查眼 那就更好了 这样呢 可以随时观察对方打野的动向 队友帮忙打完红后呢 先打十架虫 此时中单的眼卫啊 看到九筒去了下路河道 我们在打F6的时候呢 并没有看到敌方打野出现 可以猜测敌方打野去刷我们下半野区了 所以呢 我们刷完河蟹后 直接去了对方野区 这个素材中呢 河蟹还没有改版 但思路是一样的 刷蓝buff时呢 上单发出请求支援的信号 来到上路后配合鳄鱼成功将尼口击杀 同时呢 敌方九筒带着蓝buff在下路出现 所以呢 我们抓完人后继续回到敌方野区 将敌方上半野区清光后 回家补给装备 二 避开强势打野 这局我方上路为船长 敌方呢 打野为赵信 从开局就想好了 前期让上路自由发挥 而且抓人神呢 一定要避开赵信 所以呢 我们选择了红buff开 在队友的帮助下 刷掉了红buff 打施架虫时呢 发现赵信在下路出现 队友发达信号 让我们去反敌方野区 打完施架虫后呢 我们并没有直接选择去敌方野区 因为我们并不确定啊 赵信一定去了我方野区 而且我方中单呢 已经在自己家蓝buff走了 我们刷F6的时候 发现赵信在中路出现 说明赵信呢 并没有去我们的野区 我们刷完F6后 看到赵信呢 出现在上路河道 果断避开赵信 往下路走 此时敌方辅助正在眼上蹲人 本想配合中路将近击杀 无奈中路技能打空 只能放弃 我们发现敌方F6还在 就顺路收入囊中 此时敌方辅助在中 卡莎独自一人压线 我们和辅助心照不宣 共同赶往下路 虽然草丛的视野 已经提前看到我们 但是卡莎的位置太过靠前 交闪也难逃一辞 随后敌方辅助赶来 想要收掉残血奶妈 却被寒冰反杀 杀完人后 帮下路推一波线 再回去清掉自己下半野区 保证了自己的发育 想要成为一个 优秀的打野玩家 一定要随着局势变动 而改变自己的刷野路线 基础知识终于学完了 走出野区 就要与敌人交战了 小伙伴们是不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学习杀人技了 从下节开始 我们就进入技能连招的教学了